词曲 李宗盛 很开心又来到脱口秀大会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 上次李旦找我来的时候呢 还是因为前任三 现在呢 他已经有前任一了 希望他前任三的时候呢 我还能再来 可以 没问题 看得出来我这个人说话的 一直都很直接啊 甚至有一点鲁莽 在浪姐刚开始的时候呢 大家都觉得我特拽 叫我拽姐 分队的时候呢 宁静姐说 在我身上看到了 她年轻时候的样子 然后呢 建议娜姐选我 娜姐本来想婉拒的 但是在静姐的强力推荐下 她就直接拒了 这个画面啊 被称为浪姐尴尬 第一名场面 但是我其实本人 并没有被尴尬到 因为在我看来呢 那姐不想要的并不是我 而是年轻时候的静姐 跟我有什么关系 第一次公演之后啊 很多网友都在网上骂我 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只能拼了 六场公演 我把我会的乐器玩了个遍 各种舞呢 我也跳了个遍 网友慢慢地 对我还真就改观了 都夸我全能 还说有什么是 于婉婉不会的吗 没有 看到了吗 谦虚我就不会 最让我惊喜的是 这样的一个评价 说于婉婉真是牛啊 是百里挑衣的音乐人 我说这个百里挑衣 那我这个牛是娟山牛啊 是经典娟山有机 来选用的珍贵牛种 大约只有百分之一 以后夸我可以简单点啊 说于婉婉 娟山牛 其实不只是我 所有的人 大家都特别地拼 比如说娜姐 你们都不知道 娜姐有多狠 她一有空 她就打麻将 但是她打麻将的时候呢 她永远都在练歌 经常就是 你永远不懂 我想被七筒 想白天不懂 也得 嘿八万 难怪娜姐唱歌 那么好听 你说能不好听吗 哪一首歌 她不得练个十圈八圈的 我后来就特别特别想 跟娜姐合作一个舞台 我就在群里啊 加那个娜姐的微信 想找她好好聊聊 结果她设置了那个 不能添加好友的那个设置 娜姐 咱一会儿就把这个微信 咱给加上吧 像你这么经常地练歌嘛 总会有三缺一的时候 是不是 好嘞 我加 其实姐姐们平时关系都特别好 对我也特别好 有一次呢 我发高烧 就还赶上了录制 所有的姐姐们都来给我送药 我全吃了 阿萨阿娇呢 还特地从香港 给我带的药 他们说这个药你没吃过 你一定得尝一尝 我当时其实吃药都已经 快吃撑了 但他俩是我的偶像嘛 你们也知道 我说行 命给你 确实在这个节目 收获了非常多的友情 但是网友呢 你们也知道 更喜欢磕CP 愣是给我组了十几个CP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CP体制 但是好像呢 只要我一跟谁同框 他们就开始磕 今天呢 我来这儿 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了 要是跟何广志 徐志胜我们三个要有个铜框 估计这CP也没跑了 我这CP名我都想好了 何至于此 挺好 其实浪姐对我影响特别大 以前上节目 大家都让我唱体面 现在走到哪儿呢 都改让我跳舞了 我一听到跳舞这两个字 我的应激反应了 就连今天来讲个脱口秀 李旦都跟我说 说文文姐 能不能来跳一段舞啊 我说 跳什么舞啊 跳脱口秀大会舞吗 李旦 虎相伤害吧 好喝啊 这个 我还挺怀念在那个浪姐的那段时间 虽然比赛我是都没怎么赢过 但是呢 最好的舞台 输掉也不是什么坏事 今天呢 各位选手其实也是一样啊 尽力去拼就可以了 输了也没有关系 反正呢 至少跟我没关系 谢谢大家 我是尹文文 再次欢迎尹文 我们也欢迎一下 我们的领校园大导师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欢迎我们的 凡场领校园 那姐 那姐怎么想的又回来了 又来跟我们玩会儿 我就是觉得像回家一样 我不是上一场就来了吗 我来了之后啊 回去 好像一宿没怎么睡 我说的是实话 我觉得人生如果一直 就是能够这么快乐着 就是你不睡觉 它都是幸福的 而且我就是天生喜欢幽默的人 想起来就乐 你伤害了我 却一笑而过哈哈 跟大家介绍一下赛制 一层舞台生存赛 还是新来的领校团员朋友 本来我是一个笑点特别低的人 但是我希望我今天 真看不出来 我感觉你这辈子都不怎么笑 你应该是那种 看上去很冷酷的人 对啊 酷的都放冰箱里头 特别冷 我笑点真特别低 我上次来的时候 笑泵了去了 下面话不多 但是特别爱笑 太好了 对啊 ここ是温柔的 你看那个